大家好我是利宜 歡迎收看汽車世界 我們今天試駕的這台車說真的啦 如果你今天把品牌的Logo遮起來的話 你真的會分不清楚 它是一台歐系的GT跑車 還是一台韓系的GT跑車 沒錯它是我在KIA整個品牌裡面 最喜歡的一台車 Stinger 3.3 GT的版本 2020年式的Stinger呢 全車系都漲了6萬元 總共有三個車型 建議售價 以我們今天的3.3 GT版本來說 最頂級的車款來到了 這漲了6萬元你會回饋到什麼呢 最重要的就是在於它的主動安全輔助科技 包含了全數位的ACC 車道維持功能盲點偵測功能 AEB自動煞停 另外還有大大小小的檢視功能 讓你可以得到 最佳的安全輔助效果 我覺得6萬塊 其實是非常值得的 另外呢在這一次的 2020年式的車型上面呢 我們也看到它新增了一個橘色的車色 也就是我們今天試駕車 所標準配備的這台車色 跟過去我們試駕到像是水泥灰啊 像是紅色來說我覺得橘色呢 它的調性還蠻中性的 而且也還蠻亮眼的 另外如果我們說到外觀以及內裝的話 基本上 它是沒有做什麼改變的 車頭呢 一樣有 全LED的 頭燈組 而且我非常喜歡 它在方向燈上面的設計 使用點狀的LED 看起來呢 是特別的炫 而另外呢 它也具備了遠近光燈振動調整的功能 車前的水箱護照 採用了Tiger Nose 虎鼻式的水箱護照造型 而且呢 它的造型是非常的狹長的 我想這個是Stinger這台車 別具特色的地方 另外還有特色的在於 引擎蓋上方 有兩個飾板 它實際上 並不具備進氣的功能 而在車側呢 大小 都跟過去的Stinger 是一模一樣的 它車長非常的長 而它的鋁圈組呢 搭載了GT樣式的 雙色切削鋁圈 19吋 而且在剎車卡鉗的部分呢 它也升級到了 Brembo的剎車卡鉗 前四 後二的火塞卡鉗 對於一台運動化的 GT跑車來說 剎車真的非常的重要 另外在後視鏡上面 除了整合了LED的方向指示燈之外呢 它也具備了一個 黑色亮面 烤漆飾板 這個是GT車型所專屬的 車尾 尾燈組一樣是採用了全LED的配置 在下面呢 你也可以看到一些GT專屬的空力套件 後保顯感也整合了雙邊雙出的排氣尾管 行李箱空間跟過去一模一樣 基礎容量落在 406公升 如果你今天要擴充的話 它後座也可以做64分離傾倒的功能 整體的容量會擴充到 1100公升以上 它開口的高度我認為還不錯 另外它也具備了電動尾門的起閉功能 所以 以這個等級來說呢 我認為 它在一些 基礎的配備上面呢 都給的還蠻豐富的 我們把視線轉移到內部的話 第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訴訟一下是 GT版本呢 它搭載了一些鋁質的 金屬質的 飾板 如果你今天選擇是最入門的車型的話 你則是會得到比較多的鋼琴烤漆飾板 這個大家要注意喔 另外 在全車的內裝鋪層上面 大量的軟質塑料 讓它看起來 質感非常的不錯 而且我進來的時候呢 我覺得 Stinger其實在內部呢 也非常有歐系的氛圍 中間的這一具 8吋的螢幕呢 它是原廠的系統喔 實際的功能 其實非常的簡單 手機的連結啊 藍牙通訊啊 另外像是一些基本的 視聽娛樂的效果 還有呢 它具備了Apple CarPlay 以及Angry Auto的導航功能 而在儀錶板處呢 由於今天是頂級的車型 所以它具備了一個 數位的儀錶在中間 一些車輛的行車狀況 你的安全輔助系統 運作的情況 另外還有一些車內的設定 也都可以在這邊來做處理 往上看的話 可以看到一個投射式的 HUD 抬頭顯示器 我覺得它效果真的蠻不錯 你不用低頭就可以掌握 大部分的行車資訊了 方向盤使用了D-cut 平底化的方向盤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皮革 用的質感還蠻高級的 而且 口徑也還算蠻適中的 其實以這樣子比較大型的 GT跑車來看 我覺得它其實盤徑偏小 但是呢操作起來的手感 是非常不錯 上面當然也有一些快捷的按鍵 包含了你的安全輔助科技 包含了你的 藍牙功能 包含了視聽娛樂影響的功能 後面當然也有附上了換檔撥片 至於座椅的部分 我真的很喜歡Stinger的座椅 因為 它不只有電動調控的功能 它甚至在腰靠以及側翼上面 都可以來做 不同程度的調整 所以對於駕駛者來說呢 其實這具座椅 我相信你很快的可以找到 最適合你的 乘坐姿勢 而在中控安座的部分 包含了它的排檔感 包含了一些 設定的功能 羅列在這邊 質感也是相當的不錯 而且我覺得比較貼心的是 方向盤第一個 它有加熱的作用 第二個呢 方向盤是使用了 四項電動調控的功能 另外雙前座椅 都有 冷熱 通風 以及加熱的功能 這個在 韓系的車場 甚至我們把它擺到 日系 以及韓系來說 以這個等級來說 其實是蠻少見的設定 而在後座呢 後座的空間 其實跟我們之前試駕到的 Stinger是相仿的 身高173公分 我坐到後座 腿部空間 還蠻充足的 有兩個拳頭 頭部空間 由於它車頂線條的設定 所以呢 頭部空間會比較受破 所以如果你身高很高 你要坐到後座的話 必須要把 坐姿往前面移 坐得比較懶散一點 後座有出風孔 還有一個 12伏的 電源插孔 以及一個 USB孔 另外呢 在後座 很貼心的 也附上了 座椅加熱的功能 我時常在想 如果把這個功能 換成 通風的座椅 在台灣的環境來說 可能會更加適合 可是中間 底板隆起的幅度 當然比較高 因為它是使用了 AWD 全時 四輪傳動的車型 所以這個部分 就沒有辦法了 如果你說這台車 它哪一個部分 最迷人呢 我認為就是 在它的超駕特性來說 你縱觀KEA整個品牌 比較少有 類似於這樣子的 車款出現 第一個 它有四門GT跑車的 車格 而第二個呢 它最大馬力是超過 350匹的 所以 以跑格化的 取向來說 它其實是非常兇猛的 最大馬力達到了 370匹 而風直扭力則是落在 52.0公斤米 0到100的加速 搭配上巴速的手支牌變速箱 僅僅只要4.9秒 不到5秒 我覺得比較弱勢的一環在於 它的油耗 一公升僅僅只可以跑 9.4公里 可是我想如果你今天買到 這樣子等級 這樣子 運動化的車款 油耗 應該不會是你所著重的一個項目 好我剛剛開頭有提到 如果你把品牌遮起來的話 你會認為它就是一台 歐系的 四門GT跑車 我真的不是在誇張 因為它整個操控性來說 真的是非常的有格調 由於它是在歐洲的設計 鬆性所開發的 所以它整個不管是操控 不管是動力的面向來說 它其實都有向歐洲車 去靠攏的一個感覺 包含它的底盤 它底盤 前面是採用了麥花城的懸吊 而後面則是多連桿 而且在GT-LINE等級 以及GT車型上面 搭載上了電子懸吊 所以在不同模式之下 它會因應的情況 去改變它懸吊的阻尼 我覺得這個都是對於操架來說 非常有用的一個配備 其實在COMBO模式之下呢 你可以發現這台車 它整體來說是比較偏舒適化的 第一件事情 它方向盤回饋的力道是適中的 不重也不輕 所以對於操控來說 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而且它的持筆是綿密的 指向性也是非常的準 至於在路感的回饋部分呢 其實它可以很有效去消滅你的震動 老實說 以一台 比較以運動化為訴求的 GT跑車來說呢 我覺得它的路感 並不是非常的強烈 可是這也可以帶給你一些好處 你不管是前座的成員 不管是你後座的成員 其實你都不會 感覺到太多的跳動 也因此 讓你的行路質感會變得比較舒適一些 我們現在把它切換到SPORT模式 好你可以感受到它的換檔邏輯 發生改變了 動力湧現的感覺變得更加的直接了 370P的馬力聽起來其實是蠻驚人的 可是我覺得 更驚人的是在於它的 52.0公斤米的扭力 而且在引擎轉速 1300轉的時候就可以來做輸出了 所以這台車在起步的時候是非常的快 而且我覺得在這台車上面我感受不到太多 渦輪遲滯的感覺 它基本上動力 你稍微油門多給一點 它就是即刻湧現 這個對於你在操駕 你在進行三路的操駕的時候呢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另外這台車它有搭配上 AWD全時四輪傳動系統 在一般的情況下面呢 它會是前20 後80的情況來做輸出 最多可以前後各50% 所以對於你的循跡性上面來說呢 它也有一些的幫助 好Spot模式 動力給的感覺真的是非常的直接 而且你也可以感受到 你的方向盤會有稍微變得更重手了一些 其實它車身的剛性真的是不錯 在連續的彎道 你擠打翻翻盤的情況之下呢 第一個它的懸吊支撐性給的非常的足夠 第二個車身也沒有產生很明顯的側傾 所以呢它可以給你 比較穩健的感覺 而且它是受控的 好你出彎多給一點油門 其實你就會感覺到它的車尾 有稍微擺移出的狀態 不過範圍並不是很大 這個不用太去擔心 我剛剛在市區的行駕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煞車並不是 非常運動化的調效 它給你的是比較漸進 比較線性的感覺 可是剛剛在山路的時候 其實我重踩煞車 自動力道是足夠的 老實說我自己私心希望這台車 第一件事情 它方向盤可以再重手一些 第二個呢 底盤給予的回饋感 可以再更多一些 讓它跳一些沒有關係 我相信會買到這台車的人 它其實就是想要非常運動化 操駕感受或者是說 底盤回饋給你的感覺 最後一件事情呢 在於它的聲浪 其實它的聲音並不小 但是在車內 由於它的隔音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 我覺得 已經有跟 歐式豪華品牌 齊平的感覺了 所以呢在車內 你聽不到太多的聲音 即便 它附上了一個 聲浪的排氣控制系統 讓你可以來做調整 可是包含的像是回火聲 像是你 重彩油門的時候 引擎給你的哀號 都不是非常的 多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部分 稍微有點可惜 可是往好的方面想 如果你今天要載著家人 載著你的朋友出門的時候 他們也不用受到太多的噪音干擾 好當然它也有附上了一個 Sport Plus模式 如果今天你不是在賽道的話 我建議你 不要把這個模式開啟 因為 它會就 你的循跡系統 做一定程度的關閉 讓你取得更多的可控性 但是 不是在賽道上面做這件事情呢 由於 一般的山路 一般的市區道路 一般的快速道路 旁邊並沒有緩衝區 還有其他的用路人 所以即便他的 ESP並沒有全部的關閉 但是我建議大家 還是把模式調整在 Smart Echo Comfort 或是Sport模式 那我想更重要的是 他給了你 Drivewise全套的系統 而且呢 不只是Stinger 包含了像是Sorrento 包含了像是 新的Sportage 全車系都有標配 這一套系統 多了 跟車的功能 而且是全速域的 可以幫你 殺到體 另外 在 在一定的秒數之後呢 則是 清探一下油門 或是撥一下 SET按鍵 他就能夠 自動的 再進行 跟車 另外還有 車道維持功能 在時速60公里以上的時候 他就會來做開啟 而且呢 他是真的把你維持在 車道正中央 並且會 持續來做修正 盲點偵測 這個不用講了 另外還有像是 AEB 自動煞停輔助 比較基本的 安全輔助科技 這些東西都加進來之後呢 這個多了6萬塊我剛有提到我覺得是非常的划算 而且 如果你有長途駕駛的需求 這些系統也可以輔助你 讓你不會這麼容易產生疲憊感 所以我覺得當初 Stinger在上市的時候 沒有一些比較進階的安全輔助科技很可惜 但是在2020年也是 他把這些東西全部的都補上了 其實這台車的售價 相信對於很多的朋友來說 你可能會覺得 KIA 賣到200多萬 有一點吃不下去 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開過這台車的話 如果你喜歡運動化的操駕 我覺得 你會覺得這樣子的售價 還在合理的範圍之內 尤其現在又多了 DriveWise Level 2的半自動駕駛功能 我是利益 我們下次再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一定要訂閱 把小鈴鐺打開 我們會持續的為大家帶來更多的私家報導 掰掰 掰掰